昨天啊,陈柏惟咨詢蘇貞昌的時候啊,他就有個提議 他說呢,我們是不是可以請香港人來為我們台灣來當兵呢? 他給的三大理由很簡單 第一,因為香港人年輕 第二呢,因為香港人更討厭大陸 第三呢,是因為這樣子可以增加我們台灣的勞工 當陈柏惟講出這些話的時候 你就知道這個人啊,是非常沒有sense的一個名義代表 首先呢,他說香港人很年輕 但難道我們台灣沒有年輕人嗎? 再來他就講說,香港人比我們更討厭大陸 那就是證明了一件事情嘛 其實在台灣島內的群眾來講 我們沒有這麼討厭大陸啊 為什麼感覺好像台灣非常仇恨大陸呢? 是不是你民進黨在塑造這個輿論? 是不是你民進黨在故意挑釁呢? 再來,他也對香港的認識呢,非常的不新 沒錯,我們在畫面上看到呢 有很多的香港人,他們對於大陸是很反彈的 可是你也可以發現說 其實在當中有非常非常多的愛國的香港人是在當中 只是這樣的新聞呢,我們台灣人的媒體呢,不太報 所以他就感覺好像台灣島內都覺得說 是不是我們香港的民眾呢,其實對大陸是沒有這麼喜歡的 那再來就講啊,這個可以增加我們台灣的勞工 說實在的,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的那種不管是募兵制還是真兵制 其實做的都沒有很好耶 你知道我們現在的很多年輕人 對於當兵是非常排斥的嗎? 由於這件事情你也可以發現到一件事情 就是民進黨,不管是民進黨還是經濟黨 他們在跟我們講說,哦,我們很多台灣年輕人 願意為了捍衛我們主權來奮力一戰的 這句話呢,其實是騙人的 甚至你看到很多年輕人在網路上告訴我們說 我們願意護主權這件事情呢,也是騙人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民進黨為什麼可以在這次的大選當中 拿到817萬 很簡單嘛 因為今天呢,當你投下那一票的時候呢 感覺我好像護了主權 當你投下了那一票的時候呢,感覺我很勇敢 可是今天當兩岸的情勢越來越吃緊了 當兩岸之間可能要面臨那關鍵一戰的時候 欸,對不起 很多台灣人通通都不願意踏上那個戰場 那要打這一仗怎麼辦呢? 很簡單啊,我們就找別人來嘛 我們就僱傭兵啊,是不是 首先我們就找香港人來 可是你要想哦,你聰明別人也不傻 香港人為何要為你打這一仗呢? 各位要記得一件事情 當初這些香港決心上街頭的時候 當他們走到解放軍的營區旁邊的時候呢 欸,他們都跑掉了耶 那解放軍只是用廣播警告他們說 你們在這樣子的話 我們可能就要有所動作囉 這些決心通通都跑光光了 更何況你還要求他們來為你上戰場來打那一仗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由於這些事情,你更可以反應到一件事 就是說呢,當那些像館長這樣的人 有沒有,每天告訴你說 我們絕對會為了捍衛我們主權奮力一戰 然後呢,有很多的網友在網路上告訴你說 哦,我告訴你 我現在40歲了,我現在幾十歲了 我絕對每天都在練身體 我就等著呢,就是兩岸開戰的那天 我要捍衛我們的主權 我跟你講,那些通通都騙人的 因為當你超過了35歲以上 你就俗意了,打仗輪不到你 所以你就知道,這些在網路上帶風向的 好像講得很勇敢的 這個都是騙人的,好不好 最終呢,他們要騙的是什麼 一個騙錢,一個騙票 重點就只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各位,前後被要傻傻的被他們欺騙了 好像呢,這些817很勇敢 好像蔡英文多麼得明星 最終只是在媒體跟網路娛樂下洗腦洗出來的產物和結果而已